这也是危险行为 开车途中夫妻吵架 先生居然打开车门 吓坏了后方的目击驾驶 在台中市有一辆兵士轿车 行驶到一半 右前座的车门突然打开 一名男子还不时把腿伸出来 辖区的警方透过这段影片 找到了车主道案说明 31岁的女驾驶就坦诚了 当时因为和先生发生了激烈争吵 坐在右前座的先生 可能是想要透透气 突然就火爆地把车门打开 警方因危险驾驶开罚 如果因此引发事故的话 尊重还可能会被吊销驾照 你没看错 前方这辆行驶中的兵士轿车 右前座的门居然是打开的 而且还有男子的腿 不时会伸出车外 像在表演特技似的 让人捏把冷汗 22号下午点多 在枫园区中正路 发生这个离谱行径 全被后方车辆行车记录拍下 目击驾驶事后将画面 分享到网络社群 网友惊呼简直不要命 如果一旁车道有车经过 后果不堪设想 侠据警方发现 主动透过车牌追人 通知车主道案说明 31岁女驾驶坦诚 当时因为家庭一些琐事 和先生发生激烈争吵 坐在右前座先生 可能想要透透气 居然不顾车子行径中 就火爆地突然开门 惊险万分 当事人事后坦诚 对于一时情绪失控 做出如此脱续的危险行为 感到非常懊悔 索性没有酿成车祸 这就是说明家铭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